Hello 各位大家好 我是草麥牛Death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常常在直播時段遇到的問題 就是有關鑽石到底要花在什麼地方比較CB值 那其實我常常在推薦 就是其實鑽石就是投資在宿舍是最好的 那首先來介紹一下這個宿舍的投資是什麼投資呢 就是其實你剛進來你的宿舍房間一定都是最小的格局 那你看到外面這裡有一個像是施工的指示牌 那你點下去之後呢它會要你一個擴張的許可書 可以把你的宿舍擴大 那第一次你需要100枚的家具幣 只要直接點確定之後就可以直接擴張了 只要你有滿100枚 那第二次要擴張的話要500枚的家具幣 那第三次要1000枚的家具幣 那每一次擴張都會增加你的舒適度 那舒適度會增加你的經驗的增值% 其實擴張是不錯的選擇 而且是短時間內算是可以穩定 讓你舒適度提高的一個手法 那未來你一定是也必須會擴大的 所以前期我覺得把家具幣 就是放投資在擴張這個宿舍的大小是最合適的 那一旦擴到最大之後 你可以開放二樓 那二樓這個地方就需要花了500的鑽石 那500鑽石其實我是滿建議要擴到擴二樓 因為二樓還可以再放其他人物 然後也會增加它的舒適度 所以這個500是必須要滿值得去投資的一個鑽石 那家具幣怎麼取得 家具幣其實通常都是在我們一般做委託任務的時候 通常都會給微弱少量的一些家具幣 所以必須透過做這些委託 慢慢累積家具幣去擴張你的宿舍的範圍 然後以至於可以開二樓 那再來另外一個宿舍比較嚴重的問題是 到底該不該開這個訓練的空格 那其實開第一個空格要花300鑽石 開第四個空格要花500鑽石 所以最後一個空格要開到要花800鑽石 所以總共三個格子開起來要花1600鑽 其實聽起來好像為數滿多的 那其實開起來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當你放一隻角色進去的時候 他的經驗值 假設經驗值都是固定的 每個小時給你1200鑽石 那隨著你的人物越放越多 他每個小時給你的經驗會是 是一個三倍的一個差距 雖然說單隻獲得的經驗量 相對是少於100%的 不過整體獲得的經驗量是 超過一個人的三倍 所以在你練等級 練角色的過程中是非常有效率的 所以我是強烈建議要花這1600鑽石 去開滿這個格子 那你一旦開滿這個格子 再加上你要開二樓 二樓也一樣會有 你五格的格子讓你去放休息的人數 所以你一樓開了多少格 二樓就會開放多少格給你 假設一樓只有四格 那二樓一樣只會多增加四格 讓你去休息 那那個 鑽石怎麼取得 其實鑽石無刻可以取得的來源就是推圖 在推圖你只要把每一張小節的三星任務達成 就可以總共收入了250克 每一張 一張、二張、三張、四張都有 你只要把三星達成總共獲得的鑽石數量 一張就可以拿250克 那新同學進來 你可以配合新兵任務 一步一步做 然後其實也不用太乾 就每天花一點時間 慢慢累積自己穿的等級、裝備 其實一個月內 基本上你都可以推到六張 把六張給推完三星 所以你這一個月內可以累積的鑽石數量 已經有1500克了 那這1500克 加上本週一週年 登錄就會送你300克 其實已經可以讓你去開滿 那個訓練格 那至於要不要開二樓 因為我剛剛說了 二樓需要 需要你花那個 任務去做代幣 所以代幣可能跟不上你開二樓的時間 因為前面你已經花了 開拓 那個領土的一個家具幣 所以開二樓可能時間上會比較慢 那沒關係 那你下一個月 繼續練你的船 把七張、八張給打通之後 你的家具幣可能也累積到 可以開滿整個宿舍 到時候這些獲得的鑽石 也夠你把二樓給開好、開滿 那為什麼要開二樓 開二樓的原因就是因為 因為只有一樓可以花食物 取得經驗 那二樓純粹就只是休息用 那休息這邊是可以回復他的 那個情緒 這個情緒 150、150 那基礎是120 那一旦超過120 120到150會有一個 就是經驗加成的方式 那也就是說像這張圖 他的角色會發現 發生一個閃亮亮的一個符號 這只有在情緒超過120的角色身上 會看到 那這時候你出去戰鬥 會有20%額外的經驗入手 那這額外的20%經驗入手 其實不要小看他 因為從一級練到100級 這中間的經驗就要花100萬 那如果你要練到120級的話 那中間的經驗需要累積超過400萬 那如果你可以利用這20%的效率 可以幫你省下80萬的經驗 也等於說你周回耗流的量 可以減輕不少 這只是單練一隻角色的情況 那你還有很多角色要練 所以你要把這個經驗的效率給學起來 而且你開越多的格子 等於說你單次練功的角色數量 可以練到很多角色 那除了一樓 二樓可以有這個情緒之外 一樓也會有情緒 恢復的可能 所以一二樓 總共就是開滿就是十艘船 所以你一次可以練到十艘船 有效率的練法 所以我強烈是建議 能夠練開滿五個一二樓都開 那對你往後練船的進度上 會有很大的幫助 因為很多人都在問 那怎麼練科研船 科研船怎麼樣練比較有效率 當然就是要配合這個情緒 20% 然後剩下再配合其他的 比如說旗艦或是MVP 來搶這個比較好的經驗收入 好 以上是今天介紹宿舍 強烈建議 那個鑽石要放在宿舍 那剛剛說除了家具幣需要每天做任務來取得之外 剩下能夠入手的方式就是課金的 花鑽石去買這些課金的道具 尤其是這個宿舍補給包 它一次可以給你500的家具幣 然後只花500鑽石 這可以購買一次 其實如果你真心想要快速練上去的話 前期是可以買這個快速拓展你的宿舍 那其他我比較建議 如果你有心要課金的話 微課 其實你也可以買這個 這個叫做貿易許可證 也是包月的意思 它一個月就是包30天 那一次就是960日元 換算台幣大概不到300塊 那當下會送你500的鑽石 然後每天會 每天會送你一些油 就是每天會寄風性給你 會送你200油 然後1000的金幣 還有一個方塊 30天總共就是送你30份的信封 所以這累積下來 一個月就會多30顆的方塊 然後3萬的錢 然後還有6000的油 其實說多不多 說少也不少 那我長年包下來 我已經包了一整年 因為從去年開始 我就已經每個月都有在包 所以我大概 比一般人 一年包下來 多了360顆方塊 這麼多 讓我去建造 所以 這麼多建造的次數 其實更有機率 去把船給建好建滿 其實包月 整體來說是還蠻不錯的 那剩下的 你可能就要開 港口的數目 因為船會越造越多 然後越繞越多 所以你必須要擴港口的數目 格子 這個是這遊戲一定得擴的 一個課金的要素 因為到最後 光是本遊戲打撈的船 你可以無刻取得的船 就已經超過原有 他給你的150個 所以這遊戲一定得 課這個 船的 數量 可是這在後期 你在推圖的過程中 你推到9圖 10圖 11 12 他也會送你鑽石 然後官方其實不定時 有活動也會送你鑽石 所以這些鑽石在無刻的手上 擴完宿舍之後 剩下就是拿來擴港口數目 所以無刻其實在玩這遊戲 其實也不會有太大的壓力 基本上官方給的鑽石都夠你 夠你玩 那剩下如果你想要求快 或是求其他像結婚的要素 或是skin的要素 那就是額外的花費 基本上無刻在這遊戲 是可以活得好好的 好 那以上是今天對於鑽石 該怎麼應用 該投資的地方做的一個分析 那希望你會喜歡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也歡迎到下方留言給我知道 那這個新手的系列 應該不定時會再往後 出一些那種新手去去Follow 那有想要聽特別哪一段的話 會有什麼其他問題 我也會盡量去回答 也可能會出影片來回答 那希望到時候有緣再見啦 好 我是草莓柳 那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